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喜剧片《预产期》 影片一开场 由于老婆马上就要生了 在外地出差的妮妮大叔坐着车抢往机场 准备回家迎接自己的孩子 可汽车刚到机场趁门就被撞掉 紧接着长得不让人省心的豆逼哥 带着他那条不甘分的狗就从车里下来 妮妮一看就是一阵干颤的 一种不祥的预感马上就出现了 豆逼哥说我老爸有句名言 说一大早走没运 接下来这一天都会一番风顺 妮妮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别胡说八道 早上走没运一天都不顺 果不其然的 在过安检的时候 妮妮发现自己居然跟豆逼哥拿错包了 上了飞机之后 妮妮跟豆逼哥又见面 由于豆逼哥把妮妮的手机 比喻成恐怖分子引爆炸弹的遥控器 引起了机无人员的警惕 妮妮刚想距离离灯 就被空警的橡皮子弹给做梦了 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一场误会 但可怜的妮妮已经被列入了禁非名单了 工作人员说 对于你和你朋友的遭遇 我们深表遗憾 妮妮说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混蛋 工作人员说你也不用狡辩 你和那个豆逼的关系 我们都看得见 由于行李被飞机拉走了 没有任何证件 且身无分无的妮妮正发愁的时候 豆逼哥开着租来的车属线 要说这哥俩是真有缘 在豆逼哥的盛情邀请之下 妮妮可就上了贼船了 这位豆逼哥呀 不仅是一位不入流的演员 而且还是一话牢 男嘴的低级趣味 一开口就直奔下三路 拦都拦不住 经过闲聊妮妮得知 豆逼哥来亚特兰大的原因 是为了参加他老爸的葬礼 而且还随身携带着他老爸的舞柜 就装在那个颜色鲜艳 做工精良的咖啡馆里 由于豆逼哥的大麻在机场被没收了 因此他决定在中途拐过弯 到一位刚刚在网上联系过的 毒贩的家里进点货 爆脾气的妮妮一听 全世界都欠你个说话是 毒贩龙套姐住在一个 远离城市喧嚣的小镇 这里不仅民风淳朴 空气中还漂浮着诱人的牛氛围 豆逼哥和龙套姐去交易 妮妮则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这个时候龙套姐那个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儿子 开始跟妮妮动办法 这个缺乏教育的熊孩子得寸进尺 不断挑战妮妮的底线 妮妮是忍无可忍 上去就是一个黑虎桃心 这倒霉孩子当时就安静了 天黑之后两人来到一汽车旅馆 这个时候妮妮才知道 豆逼哥这个脑残 居然把钱全卖了大麻了 为了不至于露宿街头 妮妮只好给老婆打了一电话 由于妮妮没有身份证 她只好让老婆把钱汇给了豆逼哥 可在取钱的时候妮妮才发现 原来豆逼哥居然给他报的是疫苗 由于名字和身份证不符 银行的伦义哥残忍的 拒绝了他们的区块要求 这人一着急说话就不好听 很快就把这位曾在伊拉克 玩过命的伦义哥给惹激眼了 最后两人不但没取到钱 还被伦义哥给胖揍了一顿 为了摆脱这个给自己带来霉运的家伙 第二天的一早 趁着豆逼哥在休息站上卫生间的时候 妮妮开车车跑了 可刚开出去没多远 妮妮突然发现豆逼哥老爸的骨灰还在车上 本来他想给扔掉 可觉得这么做太确的 于是只好又开着车回去了 并且谎称自己出去买早餐 要说这豆逼哥可不是一般的不靠谱 开着开着居然睡着了 妮妮睁眼一看 发现这辆车居然正在重走西游记的路线 吓得心脏病差的犯了 可这会儿说什么都完了 汽车就像一颗幸福的子弹的 打着滚就射了出去 并且还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护线 摔断了胳膊的妮妮 给朋友鲁蛋哥打了一电话 没过多久 鲁蛋哥就开着车过来 妮妮说你这个笨蛋 从此咱俩一道两道 这辈子都不要再见面了 本来妮妮打算扔下豆逼哥一走了之 但是被鲁蛋哥给教育 鲁蛋哥说你是知识分子 一定要与人为善 甭说是我 就算是钢铁侠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干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 鲁蛋哥的话如醍醐灌点 妮妮当时就清醒 不过鲁蛋哥对豆逼哥的人词 并没有得到好报 由于鲁蛋哥是妮妮老婆的前男友 而且两人还经常来往 因此豆逼哥认为 鲁蛋哥很有可能是妮妮即将出生孩子的秦爹 这还不算 鲁蛋哥还用豆逼哥爹地的骨灰冲了咖啡 把这三位喝的乙巴根不停的窜凉起 都觉得不对味 由于豆逼哥推理的有理有据 妮妮这心里开始犯迷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真要生出个斑马 那孩子到底姓谁的姓啊 虽然妮妮和豆逼哥在路上越聊越投机 可是当妮妮刚开始对豆逼哥改背看法 这哥们就走道路 直接就把车开到了通往墨西哥的边境检查站 豆逼哥一看大事不好抱着狗仨子跑 这帮墨西哥警察对这位没有任何证件的美国人非常的不友好 坚持认为妮妮是准备偷渡到墨西哥找了社会治安 就在妮妮一筹莫展的时候 豆逼哥也不知道从哪偷了一辆车 直接就把妮妮给拖走了 紧接着就一场追主戏 豆逼哥开着车在路上是横冲直撞 根本就没把追过来的警察放在眼里 这次妮妮可遭了大罪了 被摔得七魂八足 吐得堵都堵不住 对于豆逼哥营救自己的行为 妮妮非常的感动 两人的关系也有了质的改善 哥俩是一路高歌猛进 很快便来到了大峡谷 妮妮之所以绕道来到大峡谷 其实是为了完成豆逼哥的心愿 当初豆逼哥希望把自己老爸的骨灰撒在大峡谷 可是被妮妮当场就拒绝了 他不愿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多走一百多公里 可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 这个为人尖酸刻薄的臭脾气大叔成长 他不仅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 同时也为豆逼哥憨厚朴实且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豆逼哥虽然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太高 但善良真诚勇敢的品质 则是在当今这个社会所稀缺 就像一面镜子照进了妮妮那个虚伪而麻木的中产阶级生活 因此妮妮鼓足勇气向豆逼哥坦证 自己在休衣站开车离去 根本就不是为了去买早餐 而是为了把他这个大肠猫给甩掉 听了妮妮的陈述 豆逼哥很大度的原谅对方 并且也向妮妮坦白 妮妮的钱包其实一直在他的手里 由于父亲刚刚去世 孤独的他为了找一个人能陪伴自己走过这道路 所以才把妮妮的钱包藏起来 妮妮一听可气的不行 上去就跟豆逼哥恰了起来 两人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妮妮突然接到了老婆打的电话 老婆说我羊水破了 马上就要生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妮妮说我还在大侠谷呢 你稍安勿躁我马上就到 两人抬车上路 要说这豆逼哥不禁嘴见手也够钱 居然从车里摸出一把枪 而且一不留神还把妮妮给打伤了 影片的最后 豆逼哥一路飙车拉着妮妮来到了医院 虽然这都是难兄难弟显得有些落魄 但最终还是及时赶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两个男人一条狗 被迫一起手下手 颠沛流离把路感 到底谁是猪队友啊